297. 上海證券部,量能制約反彈高度 2015年7月27日市場零四黃梁恆西部證券黃梁恆成 接此前的反彈走勢 古上週運行重心繼續有所抬升, 胡子一到站上4,100點大關, 盤中雖然並不缺乏局部做多熱點, 但對於市場整體的做多信心提振作用較為有限, 加上權重藍籌板塊也難有持續性的法力表現, 市場合力的全面營聚仍需時日, 短線來看,在量能未有效放大之前, 4,100-4,300點區域仍有較大的反壓, 具體從上週盤面的表現來看, 在經歷此前的一定普漲反彈之後, 各板塊之間的走勢開始呈現明顯分化, 大中小市值品種運行風格的差異性也開始顯現, 一方面,保險、銀行等金融板塊走勢相對平穩, 前期國家隊資金進駐之後, 並未有更多後續資金遲緩, 這使得金融籃籌板塊難有更大行情出現, 對於指數的貢獻作用也變得非常有限, 更多的緊視起到貨盤和封殺下跌空間的作用。 另一方面,中小市值品種存在較多的局部熱點, 包括豬肉價格快速上行所刺激的生禽養殖類品種的活躍, 高速公路收費周期延長所刺激的高速板塊走強, 相關的鮮壇股份、聖農發展、四川乘越、錦越高速等板塊品種像幅明顯, 此外造船、游戲改革、煤炭等板塊也有所走強, 都為市場提供了較強的造多動能, 但須要指出的事、熱點的出現更多來自於消失面或是政策面的短線刺激, 其上將持續性和對其他板塊的帶動性都須進一步的觀察, 當前盤面的賺錢效應和板塊效應並不強烈, 這也意味著場外資金持續進場的意願上未全面提升, 從量能表現同樣可以看到, 兩時單日量行水平始終在11000億水平復復, 在難以進一步放大的情況下, 指數繼續向上的難度也將逐步加大, 前期的快速回落主要是對於融資盤槓桿資金的清理, 以在指數回落至3400點附近之後, 這一目的已經基本達到, 未來市場對於槓桿資金的使用將趨於理性, 從目前融資源額的變化同樣能發現, 中短期再度上演前期資金推動型的快速上漲行程的概率不大, 這也表明市場的關注點像逐步回歸宏觀經濟這一基本影響因素, 新近公布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, 上半年經濟增速為7%, 在新興產業尚未全面成型之前, 傳統產業中的房地產下行、 製造業產能過剩等問題繼續困擾經濟的運行, 而CPIPPI等數據也同樣表明當前經濟面臨衰途萎縮的尷尬局面, 在去赴全周期繼續延長的情況下, 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偏大, 這對於A.古而言, 可能仍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整股來消化負面的影響, 技術面來看, 多個技術共振所形成的上方壓力不可小脆。 首先,以前期高點5178點和最新的低點3373點區間作黃金分割比例, 反彈0.382分位和0.5分位的位置分別在4062點和4275點, 古指反彈迅速通過者者壓力區的概率偏少, 其次,同樣對此區間以光陰角度線劃分, 其一,三軌通過的位置在大約在4250點附近, 加上目前20日軍線、半年線等多條中長期軍線也 基本會聚於4100至4300點區域, 無形中也會加大壓制力量。 最後,從短期走勢來看, 互指30分鐘、60分鐘級別的MACD指標均出現一定的頂背離跡象, 使得指數也難免需要通過一定的回落來修復技術指標, 在沒有新的外部正面力量刺激的情況下, 雙方的反彈空間已經開始變得較為有限, 近期更可能呈現二次探底進一步笨實底部的走勢。 操作上, 建議投資者須保持緊慎態度, 倉位控制在半倉左右為移, 同時積極調整持倉結構。 一方面,從業績角度出發, 可趁本倫反彈的過程中及時減倉缺乏業績支撐的品種, 同時重點配置半年報業績增長明確醫藥、環保等板塊。 另一方面,逢低以長線思維分批布局生物、智能機器等新興產業品種, 執業證書S 08006、1101、0074。